这是地表最变态的洞穴探险 也是杰克最接近死亡的高光时刻 杰克和琼斯 洞穴探险红泥浆洞 已经深入地面60米了 两人花了三个小时 才从碗口大的洞口 慢慢爬行挪到了地下60米的深度 为了练习胆量 才冒死来探险的红泥浆洞 难度大大超出了他们的运气 深邃的洞穴错综复杂 一眼都望不到头 如此困境 死亡或许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然而更绝望的是 狭窄逼则空间和不断深入的洞穴 氧气逐渐变得稀薄 加之五个小时拖泥带水的爬行 极大的消耗着杰克和琼斯的体力 求生欲致使他们只能继续前行 可前方洞穴竟然出现大面积的渗水 这对杰克和琼斯无疑是致敏 本就体力不支 加之泥水的沾泥 大大增加了杰克和琼斯的爬行难 经过艰难的爬行 琼斯表示目前自己虽然被困超过五个小时 但他依旧兴奋 于是他们继续前行 前方的路会越发的复杂 这也是他们距离死神最近的一次冒险 经过湿滑的爬行 他们穿过交错的隧道 来到了一处较为开阔的地 然而在此处 他们竟然发现了一瓶82年的威士忌 有一物就说明他们前行的方向正确 然后两人开始共浪 喝饱喝足 还得继续上路 毕竟目的是想要出去 然而接下来的路可不好走 身体只能蜷缩着缓缓挪动 红泥浆洞 因全洞均为红色泥土而得名 全长近八公里 深度高达265米 施滑的岩壁让杰克死死地 卡在了洞穴的隧道内 上方的琼斯只能手把手地拉胸第一把 从两人的粗狂的呼吸上 可以看出拉出难度极大 可最终杰克还是被活生生地拽出 而后两人的路越走越宽 穿过满是石子的巨石缝隙 迎接他们的不是生就是死 没错他们竟然奇迹般逃出了洞穴 这真是观众的损失 这真是观众的 这真是观众的